一般上来说这个小钢炮车型 它的动力表现往往都很出色 而且新车售价也不会太贵 更不用说是二手车了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二手小钢炮 售价不到10万令吉 所以如果你是对这个二手小钢炮有兴趣的话 那么今天你就千万不可以出了这一期的节目了 因为我们将会带大家去看看 5款售价不到10万的二手小钢炮哦 Fiesta ST 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的数量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你看到这款车又对它有兴趣的话 要买就要快快了 我搜索了几个这个二手车的网站 Fiesta的数量真的很稀少 这个 ST 的版本呢售价大概是7万到9万令吉 老实说以这个性能的小钢炮啊 这个价格其实真的不会太贵了 Fiesta ST 它搭载的是1.6L的ECOBUSH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182PS 峰值扭力290Nm 同时它还有6速的手排电速箱 其实在这个一般版本的Fiesta上面 它的操控表现已经很出色了 更加不用说这个又有手排 又有1.6L涡轮增压引擎的运动版本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还有它的性能表现是无庸置疑的 至于它的0-100加速表现呢 只需要不到7秒哦 只是呢这款车在本地的能见度会低了一点 所以日后呢你要找这款车的零件啊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这个是你买车之后一定要考虑到的细节哦 Renox Clio RX200 是一款非常出色的钢炮车型 可是呢它在本地的能见度比起这个Fiesta ST更少见 但是如此它在国外呢还是有不错的能见度 这款车啊它大载的是一具由Nissan开发的1.6L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它还是市场上比较少见的 非手排钢炮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04PS 峰值扭力240Nm 0-100的加速只需要6.7秒 在前面我们就讲了 这个Crio RX200呢 它的能见度比起Fiesta ST更低 所以这代表着它的零件会比Fiesta ST更难找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款车的话呢 我觉得它还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很多的零件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购啊获得 只是这个价钱我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喜欢这款车的话 多去做做功课 不过呢这款车的数量真的很少 我上了这个二手汽车销售网站找了很久 我只找到一辆哦 所以预购速从 Puget 208 GTI 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款欧系小钢炮车型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简单好开 操控出色还有动力强劲 它所搭载的1.6L涡轮增加引擎呢 是经过这个Puget Sport部门所调教 最大马力达到了200PS 峰值扭力275Nm 并且搭配6速的手排变速箱 这款车的操控真的是 完美 因为性能出色 加上这个售价不贵 目前这个二手的Puget 208 GTI 其实已经很少见了 我还记得几年前 我在这个二手汽车销售网站上面 看到非常多的208 GTI 可是我最清早的时候 竟然只剩下几台 这个可能是因为它的性价比真的太高 所以引来了很多玩车卡丁将它抢购一空 所以啊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又看到状况不错的208 GTI 那么就要赶赶下手啦 在2015年之前呢这个日本哦 他们的小钢炮车型啊 其实跟欧系的不大一样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自然进气引擎 虽然在性能方面可能不会像欧系的小钢炮那么强 但是它的操控表现是很好的 就例如这个 Suzuki Street Sport一样 这个Suzuki Street Sport呢 它搭带的是1.6公升的这个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136PS 峰值扭力160Nm 0-100的加速是 8.7秒 而且呢它还有两种变速箱可以选择 分别是六速的手排 还有这个CVT变速箱 关于这个Suzuki Sport 我也去做了一些功课啦 我在这个二手汽车网上搜索一下它的价格 大概是6万多7万 其实它的价格和这些欧系的钢炮车型并不会差太远 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新车售价值是9万多而已哦 所以以这个程度来讲它的保值度算是蛮高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它传承的这个日系车耐用的优点哦 我相信啦它的这个耐用度应该会比这些欧系的钢炮高一点点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Suzuki Sport的车主呢 你觉得它耐用吗 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哦 第3代的Honda Civic Type R呢 除了我们熟悉的FD2 Type R之外 它在欧洲还有一个版本叫做FM2 Type R 这个FM2 Type R和这个FD2 Type R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是一款仙背车 所以它的运动氛围啊 运动感受是更强烈的 另外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本钢炮车型 还是喜欢用这个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FM2 Type R它搭载的是K20Z4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201PS 峰值扭力192Nm 变速箱也是钢炮车型常见的六速手排变速箱 这个FM2 Type R它的售价会比起我们上面说到的四款钢炮车型贵一点 大概是9万10万 同样的数量也并不是太多 不过我个人还是相当推荐这个自然进气车迷啊 如果你看到状态好的这个FM2 Type R的话 其实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因为先背车的驾驶感 怎样和Sedan車比起来都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它会更为灵活 然后操控表现我相信也会更好一些 虽然说马力没有这个K20A那么强 但是我相信还是足够的了 记得哦 前提是你要找到这个状况美的车型哦 那么 你就可以赶赶去了 其实呢这个马来西亚的玩车Kaki还是蛮幸福的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便宜的钢炮车型玩得到 以上的五款车型有欧系 有德系有法系还有日本 你要什么样的车型都有 而且有不同的玩法 你想要强劲的动力你可以去选温轮的车型 你只是想要体验这个纯粹的驾驶乐趣 你也可以去找这个日本车型 所以呢相比起国外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幸福的 只是不知道你对这些小钢炮是不是情有独钟呢 我个人是小钢炮的车迷啦 因为小钢炮和这些大型的性能车比起来 它的灵活性是这些大型运动车款所比不到的 所以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性能车 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这些小钢炮的爱慕者呢 敢敢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交流 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要害羞 我们会和你交流 我们会reply你的message 所以敢敢来 以上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